日本体坛货真价实的白富美,有个土豪爷爷,14岁妹妹也是美人胚子体坛界,不乏美女,比如,中国体坛界,能够废冠以女神称号的,便有永坛界的刘湘,台球界的潘晓婷,篮球界的赵爽,以及中国女排颜值担当的张长宁的,与中国毗邻的日本,也有不少的体坛女神,能够叫得上名号的, 比如众人所知的拼坛,界的福原爱及时穿佳蠢的,不过,在日本体坛界,最容易出女神的地方,其实是女子花样滑冰方面,简单罗列,比如日本花样滑冰女神安藤美姬,浅田真央,以及新生代选手本田真林的,日本诸多花样滑冰女神当中,实力最强的,当属浅田真央,但备受日本人喜爱的,却是本田真林, 本田真林为啥会被日本人喜爱,只因这位只有17岁的小女生,颜值上美丽不像话,焦田可爱的长相,充满了十足的魅力,可以这样来形容一下本田真林,上天给了你一副混演艺圈的长相,你却用来玩竞技体育,当然,单靠一副诱人的长相,换不来体坛女神这个称谓的,既然是体坛女神,必定要有一定的体育天赋才行, 本田真林,年纪轻轻的便战露天赋,14岁那年,本田真林在国际华联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的比赛中,凭借自由华,114.95分,总分178.64分,以0.53的微弱优势获得铜牌,颜值与战绩齐赛,他一名惊人,15岁那边,本田真林夺得, 国际华联世界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金牌,瞩目度更上一层楼,正是本田真林在花样滑冰上过岛取得成就,让塔利亚不原爱,成为日本民众心中排名No1的体坛女神, 只是,当本田真林登上体坛女神的宝座后,便迎来了职业生涯低谷,2017年在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即平昌冬奥会,日本国内最终选拔会的比赛中,本田真林成绩低迷,无原平昌冬奥会,这样的结果,于他而言,是致命打击,甚至一度,媒体爆料,本田真林有退役步入娱乐圈的打算, 一副可以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的好面孔,而且在花样滑冰这项运动上实力低迷,似乎已看不到未来,何不趁着年轻,进军娱乐圈呢,早进早赚钱嘛,而且,据悉,本田真林家中诸多兄弟姐妹中,有一个十四岁叫本田望杰的妹妹,本田望杰四岁便开始进入演艺圈,曾演过儿童警察,家政富三天等诸多影视剧, 可谓是小有名气,如今,十四岁的本田望杰,有着略微婴儿肥的面孔,生的也叫一个秀气漂亮,从他身上,我们也看到了又一个本田家族美女的出现,至于本田真林是否会不媚媚的后尘,进入演艺圈,我们无从得知, 但至少,本田真林不会单纯为了钱便草草做出决定的,毕竟,本田真林与其他花样华丁选手相比,有着他人不能比你的一个优势,那就是家庭背景,本田真林的爷爷,经营,这一个年收入超过二十亿日元的企业, 可以说,本田家族根本不差钱的,本田真林有兄弟姐妹数人,每一个人,小的时候,都在华丁俱乐部学习华丁,对于普通家庭而言,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,但因为本田真林有一个土豪爷爷,这点钱,对他爷爷而言,便九牛一毛了, 作为本田家族中在花样华丁上表现最好的本田真林,或许,在爷爷心中,还是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吧,而对于粉丝们而言,也希望能在赛场上,继续看他那柔美的舞姿吧,毕竟,娱乐圈美女如云,见怪不怪,暂体谈界,若要有实力与颜值急于一身的存在,便是经验的存在。